很多的民眾投資股票 不少上市櫃公司都會送股東禮品 其中亞洲的藏壽司去年9月新貴 這會宣布要對股東發放1000塊的商品抵用券 只是門檻還蠻高的引發了爭議 你要怎麼樣可以領到這1000塊的商品抵用券呢 你必須買10張股票 回轉台上壽司盤 想吃什麼直接拿空盤子還能轉扭蛋 日本品牌藏壽司2014年進駐台灣掀起熱潮 去年9月還一舉登陸新貴 當時以承銷價55元開放公開申購 股價還一度衝上325.5元 如今也迎來第一個股東會 沒想到因為紀念品引發爭議 為了感謝股東支持 藏壽司宣布持有股數達1萬股以上 股東可以申請抵用券 不過仔細看看公告內容 抵用券價值只有一圈元 看看目前股價大約以70元計算 1萬股也就是10張 等於要先投入70萬才能換抵用券 小股民也罵爆 紛紛留言吃一頓要幾十萬 我有七十萬還吃壽司嗎 就覺得花七十萬才一千塊 就折的沒那麼多啊 標準太高了 要給降低一點 事實上台灣不少企業 確實把自家商品或優惠券 當作股東會紀念品 不過像是餐飲集團 王品則是零股就能領 只要一股就送價值2516元優惠券 另外連鎖運動集團同樣也是零股就發價值600元 集團內底用券 相比之下藏壽司的確門檻稍高 除非藏壽司未來在經營的方向上面 讓股民能夠青睞的地方 他才會去大方的持有 藏壽司的股票超過十張以上 那否則可能如果是以這種零股啊 或者是十張以下的這些小股民來說 可能對於藏壽司這一次的股東會證明 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雖然藏壽司強調股東優待制度 是日本股市的特色制度 不過投資金額要七十萬 恐怕不是台灣小股民可以買帳 三天下午一頭就要學